好了,輪到說一說昨晚那場真是精彩絕倫的萬城主場對利物浦 真是這場球有時間講的,稍後再講我為何覺得真是嘆為觀恥 在頭主角度先講一講,就是預測那場球的影片 我叫大家可以考慮,作客的利物浦是受揚加1,1.8倍 如果有聽到有買到的人應該是收了錢,代代平安的 好了,講回了,場球當然大家都知道是和了的,和了會怎樣呢? 和了其實是對於其他Big Six的分子,另外那四對球是一個好消息 Good News,為什麼呢?因為兩對球都和了,失兩分 這樣的情況呢,現在我們看到車路士是69 熱刺是59,都是差10分,因為兩隊都贏了球 好了,那就是萬城失多2分,距離是12分,和車路士 那利物浦是56,第四 萬城是57,第3 好了,那就是頭四隊,那第五的就是萬聯 第六就是這個阿仙奴,那第五的萬聯贏了球,就52 那當然就是會趕過的阿仙奴,阿仙奴就是第六 那就是50分 那,長次來講呢,萬聯和阿仙奴都打小利物浦兩場球 不過呢,要留意一下,其實萬城和萬聯還有賽事是未打的 就是萬城和萬聯是要對碰的 那另外呢,其實4月2號呢 就是接下來的下一個是英超的賽事呢 這個阿仙奴就已經是要對萬城的了 那所以呢,阿仙奴是不是真的可以 在這兩場賽事拿了6分,追回利物浦呢 那這個是誠疑的,因為對著萬城的賽事 其實他們都很大機會失分 那所以他們要趕上前四呢,阿仙奴是有難度的 那雖然利物浦昨晚就叫他失了2分 好啦,那就是,聯賽幫我講過了 頭主也都講過了 是時候真的要講講長波了 長波,首先,我是選他們呢 這場賽事呢,是叫做今年暫時的最佳英超比賽 最精彩英超比賽 那就是我上一次講,對上一次講 就說,一場呢,是英超最精彩的賽事 就是車路士對萬城那一場 那我認為這場賽事就趕過了那一場了 那當然呢,那一場因為有阿古路的毛影腳 所以就扣了一點點分 那這場呢,就叫大家呢 真的呢,是拿到真正的實力出來 而他最大,這場賽事 為什麼會令到他們這麼精彩的最大一個理由 就是兩隊都沒有在戰術上面 犯嚴重的錯誤 那即是相反來說呢 他們就是在他們的戰術上面 對著這個對手 在這個層面上面 是做出了他們的最佳水平 那所以呢 我認為兩隊都踢得是非常之好 那所以就成為了英超的最佳比賽了 暫時 好啦,那一開始呢 其實你留意到呢 曼城擺出來的陣容呢 你見到呢,就是一個防中而已 其實是牙煙的 你看下的陣容 那另一個問題呢 就是右閘就是費蘭丁奴打的 不過問題就是 我覺得費蘭丁奴的問題就不是很大 好啦 這個曼城 打這個是單防中 那你見到前面那些球員呢 包括是辛利、斯特寧、迪布里、施華、阿古路 全部進攻營的 那你會覺得 哇,不是說這麼進攻營? 全攻營打利物浦 正在輸的喔 利物浦打反擊你 你是不是死定? 好啦 那當然大家都要這麼想法啦 那就開球了喔 開球 曼城是後場猜球 那大家又會有一個什麼想法呢? 如果頭五分鐘買酒地的 可能大家都會買了利物浦 但是你又真的覺得呢 這場賽事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呢 就是原來曼城不是這樣想的 有幾點要炸一炸萬城的 雖然他們依然都是用後場猜球 但是有一點很重要的 就是他們的進攻這次就不是 猜了上去之後 整隊連防線都壓了上去 他們呢 即使不是打三中堅 但是他們執行到一樣東西 就是那個球很快地運了上去 而戴衛斯華很快就轉身 在這個中圈 那就運球第一時間彈上去 就是被辛利和史迦玲打對手的生後 尤其是插入兩邊的位置 那其實呢 那個打法來講呢 也是叫做來得快去得快的進攻 你不會見得到很多回傳 你不會見得到很多滯留的情況 你不會見得到他們浪費時間 基本上戴衛斯華呢 就省了很多時間幫他們 打了很多 就是Killer Plus進去 就是進去 就是辛利和史迦玲兩邊 去打利物浦的防線的身後 那基本上呢 其實上半場來講 曼城的這一種進攻的套路 是對利物浦的防線 是有很大的威脅 兼甲呢 是保障自己曼城的防線 不需要隔得前的 因為曼城的進攻的時間是短了的 那所以他們也都可以很快地趁回去 那相反來說呢 利物浦就難了打反擊了 因為曼城的防線是後了 OK 好了 那這個情況下呢 上半場呢 曼城的演出呢 是在利物浦之上的喔 那這個問題 只不過為什麼上半場 他們不能夠取得入球呢 很大的理由就是 新來的全中球 依然是沒有什麼改善呢 而史迦玲呢 就整天都越位啊 其實如果不是他們浪費了那麼多機會呢 曼城上半場呢 是很有機會可以打開紀錄的 我認為啊 好了 那就是 另一個要大讚的人 當然就是大衛思華 好了 大衛思華的問題呢 就是都叫做呢 就是 這幾天都算是廣泛討論的 尤其是在我的留言板那裡 那很多人都說呢 就是上一場球呢 大衛思華在摩納哥的賽事 是不應該上陣的 大家都很同意我講法 因為他不是屬於一個中後場的球員 那但是這場球 利物浦其實都是一個 幾速度型的球隊 和摩納哥都幾類似的 為什麼這場球又適合大衛思華打呢 很大的理由就是 因為兩場賽事的前設是不同的 摩納哥其實是落後的球隊 在手回合 那所以其實你都會知道 就是摩納哥在主場 尤其是他們是要攻的 是要攻的 那曼城一定是會 要縮回去一點點才對的 那但是問題就是說 拘捕大衛思華 那當然呢 拘捕大衛思華 就變成壓了下去 就是中後場 那當然大家都很同意的 就是大衛思華 就不是中後場的球員來的嘛 那所以對著摩納哥的賽事 大衛思華 就不是這麼巧踢咯 尤其是上半場 好了 那但是這場球的前設是不同的 首先曼城是主場 而第二 這場球不是淘汰賽 大家都是同起跑線開始的 那所以呢 你很清楚知道 利物浦是會先縮後一點點的 那所以大衛思華 就可以舒服一點 這樣去站一些 就是中前場的位置 那當他去了自己的雞籠裡面 去到自己的適當的位置裡面 他就能夠是做到呢 他們是傷得益彰的 就是大衛思華的踢法啦 好啦 那但是你見到一場賽事來講呢 他當然呢 在禁區頂的停球能力是高強的啦 他決定力是非常之老練 還有一個很大的亮點的 就是他竟然呢 在上一場球已經駁足90分鐘 很累的情況下 他這場球都依然呢 是駁足90分鐘 運處速度上面呢 沒有很大的回落 而且他不停插入禁區的 這個是很浪費體力的 但是他依然呢 都很勤力這樣做 那個決心非常之好 大衛思華 真是很值得這個呢 是尊重的 這個球員 那其實呢 大家如果年紀老了 生了兒子 兒子又生了孫子 兒子和孫子又很喜歡足球 那有一天突然間問啊 爺爺或者爸爸 就是誰是大衛思華 什麼人來的 那你就可以拿回這場賽事給他看一下 是不是 就是你會知道 你還會告訴他 大衛思華呢 這個叔叔呢 已經30歲的了 那他上一場球呢 是三天前呢 是打了90分鐘很累的了 那這場球呢 他依然呢 是有這麼高的水平 是不是 那就是 Who is 大衛思華呢 這個就是大衛思華 這個就是一個這麼堅實的大衛思華 好啦 大衛思華呢 其實在上半場 有一個叫做大衛思 是可以打開紀錄的 那他叫做射歪了 其實不是差得遠的 那有人就會說呢 他可能有少許片了 但是呢 我可以和大家說回 這場賽事的關鍵呢 就是落過雨來的 而且雨勢很大一下 所以那個波 草片是濕的 那所以呢 對於球員的發揮呢 當然是有少少的影響 那這球球當然都是有著影響 那令到他呢 是叫做射歪了啦 好啦 那即使呢 這個萬成 這個萬成 是做對了他們的進攻套路了 思想上面完全沒有錯誤了 啊 不會啞太過錢了 踢回一些短期的進攻了 假對攻了 OK 是對的 但問題就是 利物浦都是一隊 這場球呢 踢得都是好的球隊啊 那即使呢 你是沒有什麼機會給到利物浦 那但是呢 他都依然呢 有一個很大的差勢呢 就是 我們聽過哥德奧娜說過啦 就是他經常都說 我的球隊呢 是不重視這個呢 是Tackle的 不重視是折擊的 不重視是這個呢 是難折的 啊 但是這場球呢 看來他很重視啊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是改善 很好的蛻變來的 那對於萬成來講呢 我相信哥德奧娜呢 開始都了解什麼是英超的啦 他開始知道呢 是時候要調整回自己的思想啊 來到呢 是英格蘭的土地呢 踢的球呢 真的有點不同的啦 那我相信他越來越懂得英超的情況呢 那下一年呢 應該是會來得更加呢 是完整啦 這個做法是 好了 那就是結果呢 利物浦不是太多呢 可以做到反擊 因為 萬成呢 很多難折 而且呢 有部份都是比較上呢 是硬正一些的 啊 所以都叫做呢 就是可以阻止到 利物浦那種呢 就是強而有力的反擊 好了 那就講一講啦 就是講到呢 就是犯規的問題啦 那就是 沙特奧文尼 其實押過了呢 就是這個 奧達文迪呢 那球球 那基本上是食塵的 沒得搞的啦 那奧達文迪就沒有什麼好說的 其實他都不敢犯規的 奧達文迪 不敢查 不敢拉 好了 好了 薩特奧文尼呢 就真的吃光這個奧達文迪的身位 完全拿了好處的 準備呢 就是右腳躺遠處的啦 不過 在他拉弓的時候 腳打後拉的時候呢 那就是卡到呢 就是後面跑的奧達文迪的 好啦 那很多人都掛了 這球球呢 是不應該給12碼的 因為呢 因為呢 奧達文迪呢 是沒有心卡這個呢 是 薩特奧文尼的 因為都叫做意外來的 那 但問題就是說 這球球呢 叫做一個呢 是大chance來的嘛 open chance來的嘛 好啦 那如果真的 你是大意 踢掉了他 但是你真的 令到對手 沒有了一個 射open chance的機會 而你是得了益的嘛 那這個情況底下 其實 給回那個12碼呢 又不是講不過的 即使他是沒有心 那當然也要講回的 就是如果 對手是射向龍門 那球是射向龍門 而你的手是沒有心 射到那個球 其實很多球證 都要給12碼的 那所以 如果放大這件事來看呢 其實是中雪昏雲的 當然 我是會覺得呢 在一個得益的立場上面 因為防守那邊呢 是因為大一個不小心的情況 沒有意的情況下 但是都叫得了益的 那所以防守那邊呢 是得了益的情況 我認為要給回那個12碼進攻那邊 但是不要緊啊 但是不要緊啊 如果球證覺得這樣 是不出12碼的話呢 我會可以覺得 我會暫時相信球證的尺度 這個是一個鐵一鞭的說法 因為如果他真的這樣不給呢 OK 那你往後的賽事呢 這些情況呢 就不給的了 那是對的喔 結果呢 另一件事了 那就是戴衛斯華的全中 那你見得到呢 就是 這個呢 就是 卡拉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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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從後押下了這個阿古爐 那另外呢 很有機會射球 open chance的史萊玲呢 就給這個呢 就是 詹姆士米娜 從後就慘了 那基本上呢 你也都這麼說的喔 史萊玲就沒有射球 是不是 阿古爐也都不會接應到 那 他從後慘 即使是判斷了一個人 但是沒有影響到那個比賽 那我不給十二碼 OK 那這樣的話呢 那我們就很明白 上半場球證的尺度了 奧利華 OK 球證奧利華這個尺度 就是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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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禁區裡面 防守的方 不是有心 或者進攻的方 不是很有機會入球 這些這樣的犯規呢 或者大義的無心的 是踢腳呢 是可以不給十二碼的 可以 上半場OK的 是這樣做 OK 上半場這個尺度 我們就了解了 那其實呢 這個萬城和利物浦的球員呢 在上半場見到這些事之後呢 那他們也都會明白 OK 球證的角度 和球證的尺度 這場賽事是這樣的 OK 那就打下半場了 OK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想問了 去到下半場那個十二碼 你為什麼又要比呢 因為 雖然這個呢 就是 費命路 是拿了著數位 但是有一點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機智是踢到一個球 他雖然是從後 他雖然是舉腳過高 但是他踢到一個球 在一個理據上面是完全不足夠 給十二碼的 如果 上半場那兩下都不給的話 那就尺度不一了 那這件事上面呢 我認為球證呢 是可以花點時間去討論回這件事 究竟是不是真的一個呢 是尺度不一的情況啊 那所以呢 你見到呢 就是大衛斯華 他見到這個十二碼 給了之後 作為隊長 他都過去跟這個球證談的 喂 有問題啊 你上半場那兩個你又不給嗎 我們是跟你的尺度踢的嘛 我怎麼知道你突然間會給的 這球球 好了 奧利華的那個回應一定是這樣的了 我不知道 我只是放大這件事看 機智是舉他過高 和從後 那你當然可以給啦 但問題就是大衛斯華也都會說 你可以給 那但是上半場那個你又不給 是吧 上半場我簡直是阿古路和史達寧連環給利物浦的球員 從後拔 從後推 和慘的 那為什麼會不給呢 是吧 結果斯華呢 就是罵得比較熱烘烘一些的 粗一些的 所以結果呢 他都收了王牌的 但其實絕對 大衛斯華我相信 他是講我這番說話的 OK 兩隊波 今場波的表現 都是很不錯 但是球證的 這個情況呢 我覺得呢 可以大家討論一下 我不夠膽講 鐵一般賽 因為我都知道 我在球證的這個層面上面 我不是極度的專家 那所以呢 我都是 讓大家可以討論一下這件事的 但是我的Point呢 就是我覺得 球證在這幾件事上面的尺度 是不一致的 好了 那結果呢 利物浦是領先的 利物浦領先的 那結果呢 其實對利物浦來講 都叫是好踢左的 那問題就是 萬成金場波真的 那個套路上面 是做得好的 那所以呢 迪布尼的全中 亦都是閃電的 令到亞古路可以追成1比1 那這件事上面 當然利物浦的防線 是不夠好的情況 就是因為他們 不是給了很多壓力 亞古路 好了 在1比1之後呢 就出現了 真是堅對攻的情況 就是我所講 極之精彩了 真是飛沙走石 為什麼呢 很大的理由是因為去到季尾 兩隊幫呢 1比1都不是一個好的結果 因為大家都失兩分 大家都想贏 大家都想2比1 1比2 其實我一直看的直播 我覺得 哇 這樣的情況下 肯定2比1 1比2的了 肯定會再開紀錄的了 但是竟然開不到 開不到 開不到很大的理由呢 我都可以告訴大家 跟那個場地有關 因為場地是下過雨來的 那你見到 拉蘭那那個球 其實是眼看必入的 眼看必入的 但它竟然呢 是踢失了 好大的理由 是因為那個球 聚了地的時候 擠前了 或者那個球重了 有雨水就是這樣的了 那所以他平時 如果是沒有雨水的情況下 他遞這個腳的尺寸是對的 但這次的球 可能一聚地之後呢 就向前擠啊 或者呢 就比較上是不彈得起身的 那所以這球球呢 就真的沒有辦法了 試也就命也 那另外呢 其實曼城都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贏2比1的 包括就是迪布尼的中柱 和阿古路的是射高了 那這些我都可以覺得呢 就是因為 很多時候就是去到 球賽尾段的體能 和都真的 場地的有些影響 那就令到呢 兩隊球都不能夠呢 是開到呢 是2比1 或者1比2 但是其實呢 如果場地是乾爽的情況下呢 我低場的球 可能3比2 3比3都不出奇 就是兩隊球都是 臨力盡致的去到 那就是結果呢 其實大家呢 就叫握手賢和啦 那就是 我始終都是覺得 這場賽事 除了球證的位置之外呢 兩隊球呢 都是踢出了他們很高的水準 沒有做到一些很大的錯誤 在這個陣容、陣式 打法上面呢 沒有很大的錯誤 也都是打出了最佳的水平 那這場球呢 其實很值得大家呢 在欣賞的角度呢 是再看多一次 那其實我是會再看多一次 那我就有空呢 我一定是再看多一次 好啦 那就多謝大家呢 是收聽收看今次的 是蔡侯萍呢 那如果大家呢 是真是覺得呢 是精彩呢 你真是應該看多一次的 如果大家可以拍照 可以拍照